你們家裡是做生意的 你還會調歸零的 這個小孩子不適當 會省住人類 在很活潑的學習中 他們的思考就會活絡 我們也讓他知道說 其實在我們原住民裡面 我們自己本身的身體 或是我們就是一個 一個材料 可以去做長度的材料 例如說手指 手掌 或者是說一個手臂長 一個高度都可以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今天我們主要要上的課 有沒有人知道我們今天要上課 你說 高高百 除了高高百還有什麼 有人講什麼 高高百跟數學 為什麼高高百用數學 會用到秤 什麼時候會用到秤 要怎麼樣 要賣出去 清楚一點 要賣出去 要賣出去的時候要秤 這樣是不是 買賣 買賣的時候會用秤 每一位學生踴躍發言 老師用足語跟學生對話 這是位在台東縣土板部落的 土板烏桑小學 小方將原本知識化的相課模式 從沉悶的教室搬到外頭 讓沉浸的校園熱鬧不少 土板國小學生多半為排灣族 除了學歷提升 文化紮根 語言覆正及多元展能四大目標 為教育主軸外 更努力推動民族教育 希望讓學生了解 自身族群文化 土板村是一個文化底蘊很濃厚的 一個村落 那我們希望孩子在 最貼近自己的生活經驗這邊 去學習各領域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民族教育 是一個很可以去做扣 扣住其他方面 那民族教育是中心的話 我們在教民族教育的時候 我們就要從 就要把學歷提升搭進來 目前我們學校在做 數學文化本位的數學教材 那就是我們從我們的這個文化裡面 這些習得的文化 我們要把它設計到我們的數學裡面 就是用這些文化去學習數學 今天我們呢 在包齊納布的時候 有沒有數學題目在這裡 有 你們要 必須要完成這個 你才能夠拿材料包齊納布喔 所以追聽喔 老師這裡呢 有很多關鍵字 很重要的字 我們來念一次 你才可以念這裡的題目喔 好 來 這裡把數哪一數 阿倫馬數 數一數 數補是什麼 數一數 數一數 然後 大一大大白數 阿倫馬數大一大大白數 一百元 好 還出 四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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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東西 包在其那五的 我們叫做什麼 八五 五 有的材料需要一斤 有的材料是兩斤 有的甚至要 三斤 好 所以我們一叫做 一大 五三 九五 好 所以合起來 叫做什麼 合 學校將 族學文化和數學知識結合 發展出獨一無二的 排灣族數學課程 希望讓學生 從自身母體文化 學習數學 我們排灣族兒童的學習風格 他是喜歡動態的 他喜歡是合作學習的 然後他是喜歡實際操作的 透過這樣的 他的孩子的學習風格 我們編了一套自己 排灣族的一種 學校 就是所謂的文化本位的 一個數學教材 其實過去我們在學術學的經驗 比較是直接就是在 課本上的問題 然後做教學或是做學習 那課本上所呈現的這個內容 有的時候抽象的時候 小孩子不容易進去那個 問題的概念 因為我們也正好在做實驗 然後我們有一些想法 就是說把小朋友比較熟悉的 或是他會清楚那個 事情脈絡的那種情境 把它設計到這個 數學學習裡面 這樣子會不會對他的這個 學習數學會比較有幫助 他有沒有重量 看 好 我們在做的時候 會用到數學嗎 會 什麼時候 做什麼事 趁什麼 趁什麼 我們會趁一些東西 要用到這個重量 要用到數學 你看 他打入三個 兩顆 兩顆 知道嗎 愛草 拜 愛草 愛草 這邊黑色的 有沒有看到一斤 這個是斤 這個斤的話 裡面這個是克 一斤的話就是六百克 開始的時候你要注意看 愛草其實 它是幾克 你們看得出來嗎 先告訴老師這個 這個碗幾克 兩克 所以你們要數喔 這樣是五百喔 是 幾克 不對 兩顆 不對 好先裝 三個 你可以先把它 你要擔心 擔心 對 沒有錯 這個就是方法 好 吃飯吃飯吃飯也不難 Enav小米粽 是排灣族的飲食文化特色 學校老師以此為主題 涉及數學教學情境 學生透過實際操作 讓數學運用與生活結合 我們數學科是最差 最薄弱 這孩子每次在學起來 最困擾的一個 一個領域的課程 我們孩子普通的在 閱讀理解的部分 是蠻薄弱的 蠻差的 那既然閱讀理解 不是很好的話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教材 我們換一種教材方式 讓他去學習 可以嗎 可以嗎 我們可以用這個來去秤 秤我們的小米嗎 可以 可以齁 你們要不要試看看用這個 好 來 來 來 我們要請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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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們看裡面的 全部幾多克 這個 這邊是500 從零到那邊是多少 400 400是嗎 400 沒有錯 那個地方是400公斤 好 現在你要裝三斤的 三斤的這個什麼呢 這個小米 三斤的小米 一斤是600克 一斤是600克 對 如果再加這個400的話是多少克 800克 一斤是600克 多少 一千克 一千克 沒有錯 所以你每次如果裝到一千克 這邊就是一斤 那你要跟哥哥講 不要裝在哪裡 一斤 拿出來一點 好 好 剛剛好耶 剛剛好了齁 好 來 你看斤的要看好 現在再加一斤的時候呢 會到哪裡 現在是一千六了喔 再加600克會到哪裡 一千六百克再加600克 欸沒有錯 欸沒有錯就是那裡 要合作齁 一個人看 一個人裝 我們今天有兩種那個喔 裝小米的方法 一個是用碗 一個是用盤子喔 對 每次都有碗 學生一邊操作棒秤 學習秤重與計算 老師一邊講解指導 數學不再是枯燥困難的課程 而是變得活潑有趣 小朋友非常喜歡主題式的課程是因為 他可以連結到各科領域 各科領域 那他可以在主題式的課程教學裡面 學習到不同領域融入進來 例如說像前幾天的趕鳥氣的彩繪 那就是屬於醫學人文 那今天的是數學 所以這個孩子是非常喜歡的 因為他們不會說單一的在課堂上 就是上數學課 然後書寫黑板練習 而是在不同的環境 或是不同我們給予的情境中去學習數學 好 你的方式先告訴我們 這堂數學課 宛如伴家年華會頒好玩 學生有的趁小米 有的洗粽葉 大家分工合作 學習到的不只是數學 還有生活 語言與文化 麻酒講 狮者二人 用泰國的TAP-RUSA 是不是稀釋 隔壁 把布 prosth系起來 你學習到 participant Rosa 一個人要拿兩片 Rosa 一個人要拿兩片 Rosa 打布魯 Saka 是吧 很好 好厲害喔 用蛙骨 還有用那個雞肉 還有用葉子 有用月台葉 還有甲酸 甲葉 我知道一加一多少 二 也很好吃 老師來讓我們帶回家 包粽子的數學課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 我可以弄別的東西給它包起來 然後以後長大 然後可以幫阿嬤煮 上的數學課方式是用那種包起來 拉布的方式 然後就是量小米嘛 就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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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要量幾公斤這樣 然後就是可以用到數學的應用 新穎有趣的教學方式 啟發學生思考能力 極主動學習熱誠 但設計教材跟準備教具 對老師卻是一項極大的挑戰 現在糯米 糯米一進多少 你看 一進九十 一進九十 好 一進九十 所以呢 怎麼算 一進九十 好 那算是怎麼寫 一進九十 對 很好 接下來要怎樣 全部要怎樣 加起來 對 很好 要加起來 好 來 開始 但是還好是我們學校 有很多是在地人 至於其他的代課老師 他們也都很願意投入 這是我們覺得 很感佩這些非原住民的老師 他們也投入相當多經歷 昨天晚上還在練習念族語 是 我們還在同一個區域 開始練族語 因為今天要怕孩子問什麼問題 老師這是什麼 那非原住民的老師會不知道 所以他昨天就趕快餓補 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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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伯伯比較喜歡吃肥的肉 四個 乳酸不久 乳酸兩塊肉 然後再包一塊肉 再包一塊肉 因為老師很喜歡吃肉 所以我就多加了一塊肉 準備好了材料 老師進入包粽子的重頭戲 老師拿出生活智慧累積的好手藝 包出一顆完美的吉拿乳 這個是功夫 一定要緊緊的才會好吃 我們綁繩子的時候一定要用力吧 親手教導學生包粽子的技巧 老師親近所學 帶給學生一個不一樣的學習體驗 學生們稚嫩雙手 做出一個個讓人賞心悅目的小米粽 我們的評分表會有一個是口感 所以怕臉會混咬 所以小朋友在自己包好的就做記號這樣 每個等一下評分的時候 不曉得是哪一節 我們希望把過去的數學教材 所呈現的這個情境 讓它更讓小朋友熟悉 或是讓小朋友更喜歡 這樣子的一個改變 然後來去做一個觀察 除了實作教學外 土百國小目前也著手編輯數學教材 以排完族的歲時記為主軸 將生活經驗和數學學習融合 那我們透過教授五年紀 然後去看裡面有的數學 其中有一個就是要做一個圓 圓就是數學 那就讓孩子去思考 後來有一組很厲害 他們發現說可以人 小朋友跟小朋友之間 牽手圍成一個圓 這是他們會透過這樣的遊戲 讓他們去思考 老師能夠上下一心準備教材 最大推手便是肖德光校長 他努力建構理想的數學環境 為老師尋找教學資源 他的熱心也感染了每一位老師 讓他們願意跟著校長一起前進 我們成立了一個叫做 共學探究社群的這樣叫CLIC模式 那就是大手牽小手 就是由大學帶著我們學校的老師 來試著在這個學歷 這個數學學科能力的部分 來做一個另類的一種 創新教學或是創新教材 我們有請評教大的老師進來 教我們怎麼做數學 他有一句話是這樣 他的名言是文化而來數學而來 他都是這樣告訴我們說 你要從文化中去找數學的學科知識 但是不能為文化而文化 你最後要導引到孩子要去學習數學 整個讓老師們 對數學的概念重新釐清 那也透過這樣的釐清的概念 第一個 我們老師自己也專業成長 主題是數學課程進入最後高潮 每一組都要經過老師嚴格評分 捐好的粽子飽滿豐厚 到底小朋友的表現如何 讓人拭目以待 你覺得你自己做得好嗎 好吃 好吃 你確定你拿的是你做的嗎 確定 你給自己拿幾分 一一一一一一一 第一次做有這樣的成果我覺得不錯 包括外型也算滿完整的 然後那個餡料 肉跟小米還滿平均的 而且鹹度 有的會偏清淡 有的比較剛好 各有不同 各有千秋 文化融入的方式 把數學帶進來 從孩子的反應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好像數學變好玩了 數學是邏輯與思考的訓練 沒有固定的模式 突敗國小創造了學習心思維 讓數學變得好玩 改變的不僅是一種教學形式 而是開啟更寬闊的學習視野 我們在那だ 我們來談評的 我們做的 我們在那裡 我們生活的 我們到來看 我們來吧 我們在那邊 我們美容的